12月18日就要投票了 这四项公投呢 同意票不同意票 不知道你决定了没 但是呢最新的民调 发现有一些美国 譬如说重启核四 似乎已经大翻盘了 而且呢 我们现在呢 在我们这个电视墙这边 是有两项的这个民调 一项呢 这个民调是台湾民意基金会的 对于四项公投的民调 另一个呢是ET Today 这是媒体所做的民调 但是它似乎都有共同的趋势 譬如说我们来看 台湾民意基金会 最新的11月份的民调 在反来注的部分 然后支持者有55.9 反对者是36.5 那在珍爱早教部分 支持的是42.3 然后反对36.7 公投榜大选 我们可以看到支持者 跟反对者失误越来越近 支持的是47.5 反对的是41.6 那在重启核四的部分 就被超车了 国民党这边就被超车了 国民党他们是支持同意票 支持的部分是45 43.5 但是反对的部分是45.9 那在ET这边 这是媒体做的 应该比较少的一点的机构效应 应该也可以看出一些趋势 我们看到反来注的部分 虽然这个反来注 珍爱早教跟公投榜大选 这些部分都是支持者 也就是同意票都是过五成 但是在重启的核四这边 同意跟不同意 就没有这个支持的部分 就没有过五成 这边就相差只有10% 但是这边其他三个 都是相距蛮大的 所以其实从这两个 不同的民调 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边的一个趋势 似乎喊不同意的声势 越来越高 我们也看到了蔡总统 他前一阵子 前几天前 他也去藻礁那边 去告诉大家 藻礁现代的状况 你怎么看 目前似乎重启核四这部分 不同意票会高于同意票 那这个珍爱早教部分 有可能也会翻盘吗 看起来是会翻盘 翻盘已成定局 为什么这样说 像我们可以看到 在藻礁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下降了5% 上升了7% 来回就差了十几% 而且速度还在加速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其实 它不是只有环保议题 它最重要 它是一个经济的议题 如果三接不做 第一个我们就不会有电厂 没有电厂就没有电力 没有电力就没有经济 大家去思考好 而且况且 这个没有电力 我说这个是在害自己 为什么 因为我讲说这个宫头是四大害 害自己 害子孙 害民族 害台湾 台湾人要去除四大害 周储除三号 台湾除四害 我现在为什么要讲 因为藻礁的部分 是最明显的害自己 人不会挤 天诛地媚 那我们看到 第一个没有电力之后 富国神山的产品怎么生产 台湾的投资 为什么我们的公司 回台湾投资 就是台湾的电力稳定 好 如果这样造成了11年之内 已经没有电可以用 那我想 以后 大家是不是要忍受 夏天没有冷气 这个晚上没有电灯 大家要不要忍受 那更重要的是 这个所有的工业没有电力的时候 我们经济跟着发展 就会出现问题 我们看到藻礁的这个 环保团体 他们开始的是反对 激励反对 他们甚至说 当初这个盆理长 说我带着这个 这个大潭的人 去行政院抗争 去立法院抗争的时候 从来没有环保团体支持他们 也没有国民党来支持 好 他们经过了说明之后 发现232公顷 现在政府听到他们声音 变成23公顷 而且离岸1.5公里 已经充分保护了所有的藻礁 所以我们说这些 保护藻礁的人 这些当地的居民开始支持 他们发现到 第一个没有危害环保 第二个更重要的是 造就很多就业机会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连大潭那些人 都开始支持 这个政府的这个 三阶的工作 所以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知道 藻礁人士提出三个主张 第一个就是非核 就是不要核电 第二个就是 很重要就是 环保 第三个是副藻礁 我们可以看到 当然这个环保里面 很重要就是要减煤 结果我们看到 如果这个公投过了 现在变成什么 用核 来 最重要是加煤 害藻礁 所以跟他们的宗族 整个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我想我们的百姓 慢慢的也会知道 说这些三阶啊 都不是害水 先害到我们自己 没有电力可以用 对不对 然后如果最快 移到别的地方 要11年 朱立伦 大家想看看 当初第一个规划 是在台北港 要做三阶 他就极力反对 好 现在一到那 他又反对 我请问 那些 我们这大潭的 这些礼民啊 就认为说 要来是你讲的 现在不要你讲的 前面是你在 打这个 新北不要做 现在要打 桃圆不要做 请问要放在哪里啊 而且这个 千里的时间 最少要11年 才能够完成 我们他要不要忍受 11年的经济不发展 所以这个 反三阶 不是只有环保问题 是更重要的是什么 经济问题 所以如果让环保 跟经济能够并行 这才是我们 最重要的思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把它移到 一公里之外 然后这个 面积大幅的缩小 已经能够充分 两者兼顾